之前美国公民前往欧洲旅行 无需花钱申请申根签证 可直接持美国护照进入欧洲旅行场达90天 但随着欧盟为入境游客制定新的旅行证件要求 从明年2024年开始 美国护照持有者也需要申请签证了 2024年需申请ANSIUS才可前往欧洲 任何想要在2024年前往欧洲旅行的人 都应该了解一下将对美国护照持有者生效的新要求 如果你之前没有签证前往欧洲 那么从2024年开始 需要再去旅游之前在线申请ANSIUS 这是欧盟为美国游客制定新的旅行证件要求 新规定被称为欧洲旅行信息和授权系统ANSIUS 申请网址目前还未开通 https冒号斜杠斜杠etis.com 需要准备什么材料 邮程本身包括一份问卷 必须完整填写并提交以获得批准或拒绝 在填写申请表之前 所有申请人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有效的电子邮件地址 当前有效护照 借记卡或信用卡 ANSIUS申请表将包括那些问题 收到ANSIUS履行授权后 申请者要确保姓名 护照号码和其他信息正确的姓 因为任何错误信息都会妨碍ANSIUS授权 导致游客无法入境 如果授权申请被拒绝 电子邮件将包括拒绝的原因 以及如何上诉等信息 ANSIUS授权与个人的旅行证件 如美国护照相关联 这两种证件都需要随身携带上飞机 公共汽车或轮船 方可进入任何需要ANSIUS的欧洲国家 与护照的国际边境要求类似 ANSIUS授权并不能保证自动入境权 根据欧盟的规定 边防警卫将核实你是否符合入境条件 任何不符合条件的人仍将被拒绝入境 去欧洲国家需要申请 新的旅行授权将适用于那些进入欧洲深根区的成员国的人 目前这包括22个欧盟成员国的国家 以及4个非欧盟国家和3个欧洲微型国家